明天安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弟兄姐妹們平安 平安 我們繼續來看我這一段時間所講的一個主題 叫做思想神 今天呢 我們要談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思想神的一件事情 思想神的一個地方 我們來念一段經文在羅馬書第十二章 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现象当作国际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适奉 还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笑话这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这样能察验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这一段经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常听到传道人或者牧师讲 这个段经文是 牧师们蛮喜欢读给大家的一段经文 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 神托付给我们 要鼓励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 能够献上给神 因为那是 我们能够这么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 保罗在这边说是 我以慈悲来劝你们 表示说我们能够献上 这是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慈爱 神的很大的一个怜悯 神的很大的一个恩典 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他并没有用一种口吻来说 他并没有用一种很权威式的一种口吻来说 他没有用一种权威式的一种方式来命令 说你一定要把自己献上给神 他没有 因为我在教会很多年 我也听很多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知道有一些 教会的一些领袖 他们可能有一些经验 经历一些奇妙的事情 他们很可能也经历了一些神奇妙的一些作为 神使用他们 使人得医治啊 或者是讲出神的一些话语 知识 言语的一些预言来 那有一些人呢 他们经历这样子一些超 自然的一些能力呢 圣灵的恩赐之后呢 他们有可能就会以一种权威式的一种方式 要求人家能够要顺服他的看见 顺服他的感动 或者是 你不可以去别的地方去 不可以去别的教会 如果在这边有神的大能祝福的话 你就不应该离开这个地方 到其他的教会去去 或者是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去的话呢 那他可能会说 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咒诅的一些话 如果多年来有人说 他们遇见这样子的一个教会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话 我通常是会跟他们讲说 有这样子的情绪发生的话 那就是你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 知道 而且你根本不用在意 你真的去离开那个教会的话 你真的会受到咒诅 因为神通常不咒诅这样子的事情 神很清楚地跟我们讲说 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正路 我们不去走那个正路 我们才会受到咒诅 可是从来我不认为 神会咒诅一个比方说 我们离开这个教会 去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 我们觉得那个教会 对我们的帮助比较大 神从来没有说 是会对这样子的事情 做一个咒诅 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提到人要献身给神的时候 他其实是用一种很有理性 很有理性的 很讲理的一种方式来讲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段话一开始是以什么字眼 做一个起头的 是以什么字眼 不是 这边说所以 我不是把所以红字打出来了吗 对啊 所以 他是以所以 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呢 读到这个地方所以 你会不会想到说 他既然在这边说所以 那前面一定讲到些什么 什么东西 对不对 保罗要我们用我们的头脑 能够来思想一下 那他前面 他说了些什么话 以至于他会这么讲 其实保罗他前面 不是只是讲短短的一些话而已 其实保罗前面讲了 很长的一个篇幅 有三章的一个篇幅 整个结论 那保罗才能提到这段话 那前面十二章一节 之前的三章呢 是在讲到神的救赎计划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安排 我们都知道我们信耶稣 可以得救 他定时加来救赎我们的罪 可是 神要做到这件事情 他并不是说直接告诉我们 你要神的救赎计划是怎么样子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救赎 他是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安排 对不对 都有他的一些含义在 所以保罗他花了三章的篇幅 告诉我们整个神的救赎计划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逐渐的一个演进 怎么样子的一个安排 那他是如何先拣选的亚伯拉罕 然后呢 应许他跟他的后裔以色列人 就是犹太人要得到救恩 之后呢 才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救恩 临到外邦人 这是神的一个救赎计划 我们很简锐的讲 大概就是这样子 他先让一群人 少数一点的人 心有这个 然后呢 借着他们成为一个典范 好叫其他的人 也可以认识神 基本上这是神一个救赎计划的很简短的一个说明 犹太人先蒙拣选 所以呢 在圣经上你凡是提到神的百姓 基本上是指着犹太人说的 可是自从基督来之后呢 那他就把这个神的百姓 扩及到犹太人以外的 扩及到我们的身上来 犹太人先得救 先蒙拣选 有点像什么呢 我曾经听一位牧师讲过 我觉得也蛮有道理 有点像是搓汤圆一样 我们中间有谁 知道怎么这样去搓汤圆的 如果你知道的话 汤圆大概是怎么做呢 就是用糯米粉先揉成像一个姜团一样 然后呢 然后把那个姜团取一些小部分呢 捏拿出来 然后把它煮熟 煮熟之后呢 再混进其他姜团里面 再揉成一个汤圆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你直接 就直接不用这个步骤的话呢 会有时候会散开来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这个做的原因就是增加他的这个 增加他的粘性 不至于太快的他会散掉 不然的话你直接 你拿的话他很容易会散掉 所以才能之后有办法 做出一个一个的汤圆来 我觉得神的救赎计划就有点是想这样 他先让一部分人 就是犹太人先得着救恩 之后呢 再让神四上的百姓 好像有点年复利 年复利 把它这个聚集起来 然后呢都能够来到神面前 得以救赎成为神的百姓 但是我们都知道 犹太人并没有多接受这个福音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还很火热接受这个福音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他们多年来被神所预备 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所以当基督定十字架复活升天 圣灵交换下来 彼得第一次站在上面 跟人传福音的时候 第一次就有三千人信主 你还有记得那故事吗 所以这种情形 你不太可能期待在一个 外邦的异教世界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 除非是一个很特殊的复兴来到 可是呢 当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呢 好像很自然的这样子 紧接着他们看到一些神的 作为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得医治 然后呢彼得站起来坐见 这一下子又五千人信主 所以看起来好像 犹太人全部就要归族 是的 其实犹太人当时的人也不是很多 可是一下子三千人一下五千人 好像很快的就要 整个就要 都要去归族了 可是没有 一段时间之后呢 犹太人开始分辨出来 有些人接受了 有些人不接受 接受的人呢 就充满着渴慕 感恩的来寻求神 不接受的人呢 他们心里就是越来越刚硬 就在这种的一个情况之下 神的安排就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就是借着这样子一个救恩 就好像就滑到了 以用圣经 用这个外邦人来形容 犹太人以外的各个民族 而且呢 神兼选的一个人 就是大叔的扫罗 就是我们叫他使徒保罗 来做这样子的件事情 到外邦去宣教 使不同种族 不同背景的外邦人呢 能够在基督里面 能够合而为一 基督里面归为 为一 所以那些不信的犹太人 就因此被审判 被丢弃了吗 当然没有 圣经并不是这么说的 圣经说 本来他们是应该是得着 他们也自己也觉得 他们自己跟其他的种族不一样 可是当救恩 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呢 开始有一些 犹太人觉得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觉得不太 不太 以以为然 可是呢 后来看见 神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一些奇妙的工作 也是他们曾经经验过的 甚至呢 比他们经验的更加的奇妙 所以彼得 他在叙述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讲了 其中的一句话 他说当时正像 当初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同样的也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 所以现在 同样的经历在外邦人的中间 保罗在罗马书九章第四 罗马书九到十一章 讲这一段经文 这一段眼镜的时候呢 他说神借着这个激励 犹太人 使他们的心能够因此被转过来 再起来 来寻求神 最后呢 得以以色列全家得救 整个神的百姓就因此成为一个 就因此成行 有一天的数目会达到一个完全 基督要再次来到 然后呢迎接新天新地 保罗讲完这一大段话呢 他用一段送账的话 来作为一个结束 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第三章到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看保罗他把救恩讲完 做一个结束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三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来请 现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宗教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同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 谁把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为他 所以当保罗讲完这一段 赞叹的话之后呢 紧接着他在十二章第一节 他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应当如此事后 乃是理所丹的 所以这是接着前面 一大段三章 一个赞叹结束之后 他所讲出来的这段话 我们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再来念那个 一遍好吗 来请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言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后 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十二章第一节 他以所以为一个起头 那就是我们要思想 明白前面 他讲的一大段的信息 对吧 所以要我们去想 去思想 前面那一段 信息的结果呢 我们会想到 最后呢 我们要把自己献上 我们应该去思想 应该用神 刺给我们的头脑 去 contemplate 保罗要我们的心意 去更新而变化 你看到 犹太人 先被拣选 有的人呢 就开始 质疑 质疑到 这个神的不公平 我们常常在礼拜五查经的小组的时候呢 每次 几乎每一次 查到罗马书的那一部分 就会有人来问说 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 他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 成为一个 一个开始 为什么要拣选 犹太人 先开始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神的公平 就应该是什么样 应该是大家都一样 你发糖果 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颗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份 对不对 可是 这样子对吗 如果你要去发薪水 每一个人的钱都要一样多 这样好吗 我们要盖房子 每一个人的房子都盖的一模一样 一样的形状 每一个人到一定的年纪 就会怎么样 可是神的公平做法 并是那样子 你看到犹太人先被拣选 你可以质疑神的不公平 然后呢 你可能就会因着 那样子的方向 一直的走下去 可是你也可以想一下 当神赐给犹太人 这么一个美好的道 你因此想到 里面心生羡慕 那个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你觉得说 不公平就会一直朝这个方向 另外一个呢 你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发生 你就会去羡慕 对吧 所以你虽然是觉得神不公平 可是呢 你看到神赐给犹太人 一个很好的一个宝贝 你就会羡慕 你说为什么会只会给他们呢 如果真的是一个好东西的话 你心中一定会产生羡慕 对不对 事实上 当基督来到事上的时候呢 第一个圣诞节的那段期间 近东世界当时是罗马帝国 在罗马帝国 当时有很多的人 他们很羡慕犹太人的生活方式 因为那个时候 犹太人他们已经没有自己 国家的一个主权 而且呢 旧约快结束的时候 巴比伦把犹太人 辱到世界各地 虽然还是有一些人 回到原地去重建 可是多半的人还是分散在罗马帝国各个的城市里面 所以他们只要一个城市有超过十个犹太家庭 他们就会有一个会堂 在那个会堂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领袖 每一个主日呢 安息日他们就会迎送神的话语 他们彼此勉励 我们要彼此要遵行 我们要坚持 遵行神的道 他们过着一个祷告的生活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罗马的世界 跟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地方都很类似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罪恶 人的道德很低落 可是呢 在那边的确是有一些人 他们并不喜欢这样子 他们很羡慕犹太人 他们过着那样进去的一个生活 当时外邦世界就有像这样子的 路加称为那一群人叫什么 叫做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 那一些人当你会发现 那些人当使徒们去传道之后 最先跟听到所传的道的 有反应的就是这一群人 然后呢 这一群人就是后来成为 后来被称为基督徒的那一群人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 你对于神赐给犹太人 这个美好的一个道 你不会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要今天先检取他们 而你会觉得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件礼物 你会心生羡慕 而起来去寻求 这个美好的一个礼物 后来外邦人能够得救 你会看见有一些人 有一些犹太人看得太顺眼 所以呢 使救恩因此临到了外邦人 然后呢 这个得救的外邦人呢 你也可能会变得因此骄傲起来 你觉得说犹太人他们丢弃了 这么美好的一个应许 所以现在他们竟然不要 我们外邦人来 有这个恩典去得着 所以我们应该是比犹太人更为优秀 因此会骄傲起来 甚至觉得呢 他们并不如我们 觉得自己会忧于他们 甚至会觉得会开始去践踏他们 就像是中世纪的时候 有些人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一样的 但是你也可以这么想 你也可以想到说 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神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完全都是出于神 你想一下就知道 这个源头 并不是因为你比较好 你选择 犹太人没有去选择 而是那一切都是出于神 是神的拣选 是神的恩典 神的安排 既然是神的拣选 神的安排的话呢 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感恩的心 会发出来 而且呢 也会有一个敬畏的心 当我们再回头 看见那些心很刚硬 不肯接受福音的那些犹太人的时候呢 我们会带着一个怜悯的心去看他们 而不会觉得说是我们比他们强 因为我们接受福音 他们没有去接受这个福音 我们会开始谦卑 而且我们会开始谨慎的去寻求神 而且呢 会以怜悯的态度去看犹太人 这样子的人呢 他们将有机会看到神使他们全家都得救 无论是在外邦人 或者是无论在犹太人中间都是一样 他们有机会来赞叹 神是这么奇妙的一个安排 神的智慧 因此呢 把自己献给这位全智的神 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表达的一个意思 所以今天呢 我希望大家 借着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一篇道呢 能够用头脑去想一下 去思想一下 思想神这些奇妙的一些安排 神的一些奇妙的一些作为 保罗在这个地方讲 他说是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他在这个地方用了这个心意的这个字 就是mind 这个字就是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成这个悟性思考的这个字 所以呢 他要我们在悟性跟思考上更新而变化 也就是他要我们用我们的大脑来思想一下 来想一下 来查验一下神的奇妙 这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而今天呢我特别要来告诉大家 优先我们去思考的事情就是从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来思想神的心意 而不是只是要从事能作为他们的成就 来塑造这个世界来思想这个生命的事情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从这个世界的成就来看神的作为 那个其实是很不保险的 为什么很不保险呢 我们就稍微想一下 世人的作为 世人的成就 常常是 常是什么 立竿见影的 你懂这个意思吗 立竿就是把竿子放在那边 你马上就会看到一个影子 就是太阳在那个地方 你竖一个竿子在那边 影子马上就会出来 那个意思就是 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呢 你马上就会看见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事实上呢 这个世界呈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而如果你觉得说 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吗 这有什么好讲 本来你做什么事情 本来就会有一个呈现不是吗 那我想你可能还不太懂神的事情 因为这个世界上呈现的这个样子 你所眼前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呢 并不是一个全部的一个代表 并不是我们宇宙的全部 并不是我们生命全部的事情 这个世人呢 他们的作为他们的成就 他们所塑造的这个世界 有时候看起来的确很快就看到 看起来很实在 可是常常却不持久 常常却不持久 你看有多少人是这样子 他们曾经富裕一时 忽然发生一件事情 那个金钱就好像长了翅膀一样 就突然的飞掉了 你难道没有稍微看过这样子的那些新闻吗 你都是以为说这些人就是一直都是那么有钱吗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 更多的人是这样子 原来是很有钱 他们原来是那么的那么的丰富 那么的没有任何的缺乏 那怎么可能在一夕之间突然的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这背后常常是有一个字所带来的 那就贪婪 因为据我们想 我们这些一般的老百姓 中场阶级或者比中场阶级还要稍微再富裕一些 我们想说今天我们很有钱 我们想说 那我们就算一下 我们这个好有钱可以 让我们能够过到什么日子呢 那什么时候就可以退休了 对不对 我们一般是这样想 所以我们退休的时候 我们钱够不够 够的话那大概就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他们很有钱 他们并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有钱他们想要更多的钱 对 因为他们的钱 其实他们自己已经花不完了 可是呢 他们会想要更多的钱 就把更多之间再投注下去 然后突然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全部都没有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另外就是有些人很健康 天天还运动 也不抽烟 也不喝酒 那突然一个晴天霹雳 你去看医生 医生说你得了一个病 已经没救了 所以有时候这种事情就会发生 你很难相信 为什么平常这么注重健康的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会得那种病呢 对不对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名为 世上的风华 有些人就转眼之间 一下陈水 一下子就东窗事发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马上要面对 被司法的一个制裁 我不觉得这些应该成为我们来断定我们生命的一个样式 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 我并不觉得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看 神 他 在人身上的作为 我告诉你 神在人身上的作为 常常是没有那么的吸引人 光时间来讲 神的作为常常是慢的 让我们真的心中很焦急 对不对 神是很慢动作的 难道你们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 神给亚伯拉罕 讲他要做 在他身上的事情 然后呢 讲完之后就一直都不做 对不对 讲归讲 下次碰到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 再讲一次 还是不做 再讲一次 搞了25年之后 他才去做 而且呢 他讲的 说要给亚伯拉罕 要让他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一直到死 还没有看到那个产业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亚伯拉罕之后的500年 才借着摩西 约苏亚 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 所以亚伯拉罕 他根本就没看见 神的应许 所以人的作为就很快 对不对 一下子做什么 一下就会有一个 以诺的城 人类的低座城 巴比伦城 就因此兴起来 可是神的城 真的是盖得非常非常的慢 非常的慢 非常的缓慢 到现在其实还在建造当中 可是世界上的城 风华起落 神的城却一直的 稳定的往前去 神的作为很缓慢 不见得很耀眼 可是呢 却是很久的 却是很真实的 却是很长存的 自古以来 那些神的先知 就在寄述并思想这些事情 思想神跟人百姓 交往的一些故事 然后呢 从那边得着一些 蜀天的一些启示 说出那些故事里面 背后的一些蜀天含义 所以旧约圣经里面 有十二卷书 我们称它为历史书 对不对 从约苏亚记 一直到以斯帖记 我们称为它 叫做历史书 那这历史书的 这十二本书里面 差不多有一半 超过一半以上的金卷 你知道 犹太拉比称它叫什么 前先知书 所以先知书不是说是 赛耶埃及旦之后 大先知书 小先知书 那些书才叫做先知书 前面 犹太拉比 看历史书的有一半以上 他们都称它叫做前先知书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说 这些历史记在 神跟人交往的故事里面呢 包含了很多属天的含义 其实比这个历史书更早 是什么 就是摩西五经 对不对 摩西五经是摩西 以先知之分 所写出来的五本 五卷经书 成为教导百姓 神的一个 神圣的一个经卷 另外 诗人更在一些诗篇里面 写出神百姓那些故事 背后里面的那些神圣教训 跟一些启示 比方在诗篇 第106篇24到26节 那边是讲到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们来看诗篇106篇24到26节 我们一起来 这次三段经文来请 他们又藐视那美帝 不信他的话 在自己帐篷内发热言 不经历老二十年 所以他对他们的启示 必须他们倒在后面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 他不让他们进入加南美帝 可是他以什么方式来讲呢 他说又藐视 藐视那美帝 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 在诗篇106篇的第14跟15节 我们来念这段经文来请 反倒在后面大西地心 在同地试探神 他将他们所求的事 给他们 却是他们的心灵软弱 读到这个地方 其实你要稍微思考一下 你想要你一求神就给你 还是你想要你的心灵很强健 如果这两件你只能选一件的话 你要选择其中的哪一件 所以下一次呢 不要因为你祷告 跟神求什么 然后神很快地垂听你的祷告 神给你祝福你 你就觉得说 我特别的蒙神的眷顾 不见得 有的时候呢 神祷告那么快地蒙垂听 说不定是你灵性软弱 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 我不是说是垂听 垂听祷告不好 可是要小心一点 圣灵上有很多这种 神跟人交往的一些故事 加上一些神圣的一些解释 让我们能够从这些解释里面 得到一些很宝贵的一些含义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说 所有的历史如果脱去外壳的话呢 那就是属灵的一个历史 我很同意这样子的一段话 也就是人类的历史 一直都跟神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说所有的历史 如果脱去外壳的话 那就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历史 保罗他也用很简洁的方式 来很清楚地讲 来论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四十年在旷野的一个历程 他挑出几件事情来说明神的情意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到十二节 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们以轮流的方式 我们来念单数 请弟兄姐妹念双数 第十章第一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埃里受洗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零盘食 那盘食就是基督 但在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就叫我们给了丹念恶事 也不要拜偶像 向他们有人拜的 如经上所记 百姓坐下此刻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评坚意 向他们有人试的 一天就倒闭了 也不要试探主 向他们有人试探的 就被蛇索命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向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念人的索命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式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自己有一段的文 需要警戒 免得跌倒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保罗他很简洁地说出 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那样子的一个经验 一个历程 显然保罗他自己 他曾经用过心去思想这些故事 他曾经去想让他呢 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呢 他说出了这些故事 对他来讲的一个体会 一个领会 在其中呢 这些这么多事情的发生 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子 我们都知道 神的百姓 也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 是以一种非常操防的方式 对不对 是一个很奇妙的方式 来渡过这个红海 来逃避埃及人的罪兵 因为摩西 你还记得那个故事的话 摩西这样一身 海就分成两半 像一个墙壁一样 而且呢 他们有四十年之久 每一天都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神迹 每一天 就是他们一直被笼罩 在神所摆设的这个烟云底下 白天有烟云在上面 让他们不必受 太热天气的 这个炎热的一个伤害 然后呢 这个烟云呢 在他们中间形成一个柱子 像那个熔点风那样子的 一个柱子一样 到了夜间 这个云柱呢 就变成火柱 能够照亮他们 因为有的时候呢 他们必须要在夜间 去走路 去行路 所以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神迹 可是呢 他们只注意到 神迹是怎么样子 神是怎么样子 行这个神迹 怎么样子 让他们因此 脱离埃及人的手 他们并不思想 做这些事情的神 他们并不用他们的头脑 去思想 做这些神迹的神 他们只看到一些神迹而已 所以当埃及的威胁解除了 他们需要换成口渴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做些什么事情 他们就抱怨 他们怎么抱怨呢 他们说 摩西 你把我们带出埃及 是要我们渴死在这边吗 他说 难道埃及 没有坟墓吗 所以你知道 他们所抱怨的这种方式 是很有诗意的一个方式 来向摩西来抱怨 他们说 过红海 过红海是以前的事情 现在我们即将要渴死 那我们的神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神真的有在我们中间吗 他们是这样抱怨 那摩西 他曾经要神的百姓 去思想这些事情 在四十年 旷野快要一个末了的时候 在生命纪第八章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请 所以摩西在他们四十年快末了之后 跟他们讲 这些会 要他们去思想 因为前面提到 神怎么样子给他们玛纳 然后呢 所以四十年都是玛纳 神让他们在旷野 行走四十年 可是呢 没有因此他们的脚有肿 鞋子也没有穿坏 衣服也没有穿坡 这些都是神迹 不然的话 我们一般穿鞋子 你看 一年两年就差不多 而且他们是要旷野 所以鞋子也没有穿坏 衣服也没有穿坏 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神迹 四十年 他们会到经历这些 这么多事情四十年 摩西说 你们心中要去思想 去contemplate 去思想去想 为什么这些神迹 会发生在你们身上 所以 保罗也是在这边说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头脑 所以想象 他说 我不愿你们不晓得 对不对 在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 他说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神想要我们晓得这些事情 想想 神 神领他们从红海经过 又让他们生活在 云柱火柱的底下 希望他们能够 因此能够思想神 他们是属于神的 神是他们的 要他们去思想这些事情 这样 当他们再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 我们是属于神的 可以从神 你可以从神那边 得到一个供应 就好像是一个儿子 对待父亲一样 对吗 可以再从父亲那边 得到一个供应 可是我们都知道 神的百姓不是这样子 他们只是在遇见 埃及人威胁的时候 呼求拯救 被烈日所伤的时候 就躲到云柱底下 饥饿的时候 就哭求失误 干渴的时候 就抱怨 觉得生活很无聊 单调 整天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很烦躁起来 甚至暴动 这个是他们 四十年在旷野的一个经验 你知道吗 他们所认识的这位神 他们的信仰 就是这些 就是迎合他们的需要 我希望你跟我的信仰 不是这样子 这些人他不去思想神 不查验 他们所经历的这么多的事情 去思想这位神 神在这一期的座位里面 神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 他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子 他们应该经历几次之后 就会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爱他们 而且神是有能力去爱他们的 是怎么样子 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的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学会这个功课 他们没有借着他们的头脑去思想 使心意跟心额变化 他们只是追求感官的一些需求 就是连他们的信仰也局限在这个框框里面 你也没有常常思想 你跟神之间的故事 有时候神为你所做的一些事情 你也没有去思想过 因此对我们的神 有更多的一个认识 你知道吗 戴德森 他知道他要去中国去宣教 那个时候是非常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代他没有飞机 到了那边之后 那个时候更不要说是有什么电话电报 连电脑网路都没有 可是他不但是要去中国 他不是到沿海的那边 他是要到中国的内地去 到内地去 等于说是跟英国的所有的资讯完全隔绝 写一封信恐怕要到两三个月 才能够寄到英国 那谁要供应他的一切需要呢 他们期待在那边能够建立一个教会 难道建立教会一开始 他们就开始固定的去领这个薪水吗 当然没有 而且你知道中国那个时候 对西方传教师是带着一个敌意的 他知道这个 所以他在本国的时候 他本来可以在本国过着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时代 可是他开始学习这个一个功课 他有一个基本的学习就是 他不把他的需要去告诉人 他相信我如果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我如果有需要的话 神应该会知道 他是我的老板 这是耶稣所应许的 先求神的国 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他在去中国之前呢 他在诊所里面工作 因为他要学一点医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好到中国的时候可以用来使用 他的老板是一个很好的一位医生 可惜呢 他的老板那位医生有点糊涂 常常忘了给他薪水 他也不跟他的老板说 你这个月又没有给我薪水 所以他很快的时候 常常就会缺钱用 可是呢 神总是在他自重的时候供应他 所以他借着这么多事情的发生 他开始学会他的功课 他说 他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仰望神 所以他有在平衡地在学着功课 他没有说 今天我有这个需要 然后去祷告 然后去经验一下 下次再有这个需要 看看神还会不会做好 他没有 他因为这样子 他去中国的时候呢 就再也没有为他所需要的事情操心过 以至于呢 有一次 在他们家突然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他们面粉缸里面已经没有面粉 米缸里面没有米 面缸里面没有面粉 他的妻子来跟他讲这样子的件事情 他就跟他的妻子说 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应该来唱三一颂嘛 那那个 因为他虽然没有东西呢 可是他相信神一定会供应 所以他说 我们现在来唱这个三一颂 妻子就跟他说 好可以唱 可是呢 你要陪我一起来唱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把头塞到米缸里面去唱 然后呢 神的供应就因此来到 所以你能不能思想一下神的这样子的一些作为 思想一下因此对神有一个认识 你不要用一个一个神的作为来组成你的生命 不是这样子 神他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大脑去思想一下 神跟人交往的故事 在那边呢 借着神跟人交往的故事 你能够认识他是怎样子的一位神 那才叫一个信心的道路不是吗 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这样子 他们像是一个强迫的行为一样 坚持他们当下的感受 而不是去寻求那位能够帮助他们的神 所以神说他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 不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也不让他们能够得显安息 所以当我们思想神 思想他的作为的时候 思想他跟他的百姓 神跟神的儿女交往的一些故事 我们一定要预备好 让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一些新的亮光 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包括我们的情感 包括我们的心思一面 你不要觉得说是 我信了主之后 我当初对主的认识就这样子 到今天我对主的认识还是这样子 一成不变 信主三十年 都是停留在年轻的那个地方 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们一定要认识神 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用头脑去思想 你才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 为这个 神将他的道 将他的话语 赐给我们 就是圣经 赐给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他属天的道 他把圣灵赐给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 从光中能够看见 他里面的光 而且是照在耶稣的面上 让我们能感受到 我们生命里面就有耶稣 我们可以看见他 我们可以跟他面对面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 能够调整我们的眼光 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 调整我们的感受 神想要我们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来认识他 我们的生命才能因此变得刚强 才会变得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得到他的话语 来得到圣灵 常常轻泡在圣灵里面呢 常常轻泡在神的同在中 轻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的心意就会因此更新而变化 好叫我们能够查验出神 善良 善良就是good 就是美好 纯全 就是很完美 可喜悦 可喜悦就是acceptable 可接受的一个职业 如果我们常常这么做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会变得更像神 我们很自然会想 主所想的事情去做 主想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而且呢 而且呢 我们可以跟神一样的 有想象力 有创造力 想出一些过去 从未有人想过的东西 而且说出一些 从未有人说出来的一些东西 无论这个呢 是指在很多领域 都有可能是这样子 不管是在生物 在化学 在物理 在医学 在音乐 艺术 科技 甚至呢 我们有时候预备讲到 在传道人讲到的内容里面 我们都可以常常有新的东西会出来 那就好像主在我们旁边 点头称识 是的 有位作家他讲得非常好 他说作家不是去写出他们知道的东西 作家是写出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如果说我原先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呢 我把它写出来 那个叫做打字 那个只是在打字而已 他说真正的作家 应该去写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当然这个说法当然是有点过分 我们还是要知道要有经验 所以我们能够写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要写出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常常敬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常常敬泡在神的同在里面 慢慢你会想足所想 思足所思 就是你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呢 你会经历这些奇妙的 一些事情 在历史上面 把神跟人交往的故事写得最深刻 最丰富 最生动 也是最普及 最快智人口的一本书 就是十七世纪本人约翰 所写的那个天路历程 你有听过这样子一本书吗 每一个基督徒 你一辈子 请你至少要读过一遍这本书 你都没有读过的话 那你应该去读一读 多读几次更好 如果你要读中文版的话 我建议你是读那个 台湾基督文艺出版的那个天路历程 因为它包含了上跟下两部分 下部分呢是讲到这个天路克他的妻子 跟他四个女儿走天路历程的故事 那这个呢 十七世纪本人约翰所写的 是从他自身的经验 他观察神的儿女在他周围 怎么样子的心 他以半寓意的一个方式 一个题材写成这样子的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呢 当基督徒要起义走天路的时候 有两个他的邻居 决心要拦阻他去走 他觉得说 他那两个邻居觉得说 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应该都是 大家所追求的东西 追求那个说不出来的 看不见的 你们所谓的这个神 你们在干什么嘛 浪费时间 其他更有趣的时间 我们应该去追求那些才是 不是吗 所以他想要把他们拉回家 一个叫做固执 abstinate 另外一个呢 叫做一千 parable 就是很圆滑的 这个很容易改变主义的 然后基督徒呢 就跟这两个人 去很诚恳的跟他们做见证 那个固执呢 完全听不进去 他根本就没有要听 他只是告诉他的 告诉这个基督徒 他的意思而已 我们有没有遇见 这样子的人 一定会有 如果你在教会很多年的话 你一定会有 碰到像这样的人 所以他坚持他自己的看法 想法 他跟你在一起 只是要让你知道他的看法而已 所以他坚持留在他的家乡 连基督徒说什么 他也没有要听 当然也没有要去 更不要说 他会去思想基督徒 所说的一些事情 所以固执看他劝基督徒不动 就骂他一顿 然后自己就回家去了 可是一千不一样 那个一千不一样 一千呢 他很快心中好受感动 所以他就跟着他一起要走这个天路 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启程 可是一千也有个问题 他也是不经大脑去思想 他也没有去思想 他也没有去思考 所以他们走天路不久呢 才离开家乡 不太很久的一个地方 就哗啦碰 两个人就掉进这个忧郁坛里面 Slow of this bond 就掉到这个忧郁坛里面 你也没有掉进过忧郁坛里面 本人约翰把这个人性的忧郁 灰色的这个灰暗 负面的这个老我呢 形容成为一个泥沼 就是把它讲成一个泥沼 你知道 你当掉入这个泥沼之后呢 你就很难出来 你即使后来挣扎出来的呢 也是浑身黏覆了一大堆烂泥巴 对不对 我昨天那个用来形容忧郁在人的身上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 本人约翰呢 后来安排了这个恩柱 就是help 来拉基督徒来脱离这个忧郁坛 脱离那个泥沼 我过去其实我讲过很多次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胜过我们的忧虑 就是常常喜乐 常常说出赞美神的话语来 不要随从你的情绪 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你要对你的心说话 因为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话 这是神跟我们所说的 在圣经里面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要在我们里面烦躁 我们可以不要随从我们里面的情绪 我们的感觉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可以命令他说 你为什么忧闷 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 你要起来仰望的神 因为他笑脸帮助我们 而且呢我们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荣光 是我的神 你应该这样子对你的心说话 那会帮助我们胜过这个忧虑 一千 一千呢 经历一次的say back 经历一次挫折之后呢 他就很生气 他就很抱怨说 这哪是基督徒跟我所做见证 这个说是信耶稣有多么美好的福气 这个叫做福气吗 所以他很快的就回他的家乡去了 所以他的名字为什么只叫做义谦 义谦 就是很容易改变主意 然后呢 因为他不用头脑 他回到家乡之后呢 一些邻居就说他做了一个睿智的选择 另外一些人嘲笑他不能够走到底 他自己也觉得很没脸见人 可是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逐渐的有把握 开始跟着别人一起来嘲笑基督徒 你不觉得本人约翰写的这些都很生动的形容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吗 非常的传神 非常的好 我希望呢 我们能够用 多用头脑去思想 神跟人交往的故事 能够去想 从 你跟神交往的故事 有时候从别人跟神交往的故事 这样子的人呢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智慧而且呢 因此我们有力量走一个天路 我们可以从圣经 从我们自身的经历 从别人的经历 从一些神 和你所写的一些故事跟传记 或者像一些塑像天路历程这样子来思考 来得祝福 这些是我们感谢主席 我们谢谢你赐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意 让我们的心意跟心的变化 让我们能够明白 能够查验何为神 善良成全和喜悦的体力 感谢祷告奉主席这个领求 Amen Please be seated